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嘉宾 各位媒体老师 还有各位演到而来的粉丝用户朋友们 还有在线上看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一号本的YXPLAYO的创始人王林 YXPLAYO一号游侠X1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款产品呢 其实我们一直坚实以用户价值最大化的一个设计理念 去打造一款产品 10.95英寸的大屏呢 带来的游戏体验是全手未有的 完全不需要外掘屏幕 有的朋友可能担心大屏是不是意味着很重 完全不用担心 整机的重量加上手柄呢 以友商的8.8英寸的重量大体相当 而且重量的体感也是非常舒适的 10.95英寸的大屏 再加上一个可拆卸的手柄 YXPLAYO三合一PC的用户朋友们 至少有一半时间需要用来处理一下工作的 所以这次游戏X1拆掉手柄 接上我们专用的实习键盘呢 它就是一台非常完美的一个办公电脑 除了可以是游戏掌机和笔记本电脑 我们还希望在闲暇的时候你有观影的需求啊 或者是画画啊 数据啊 Whitebell也可以满足 所以X1也是一台便携的高性能的平板电脑 一号游戏X1的诞生 就是延续了321PC多场景使用的一个体验价值 而且我们在努力研究结构 最终不加太多重量的情况下呢 也不降性能的情况下 把屏幕做得更大 将用户价值最大化 使用场景最大化 正面均匀的窄边框设计 铝合金一体绳型的一个框架 机身采用了6000系的航空旅材 CNC金雕一体绳型的工艺 单机轻至700多克 10.95英升的一个屏幕 又能够拥有全力的框架机身 散热功耗满足35瓦 一号游戏X1搭载的是全新的Intel Core Ultra处理器 Core Ultra采用的是Intel 4的全新的高级制程供应 和3D封装的混合架构 这是一款高性能 模块化 混合架构 高能效的AIPC处理器 在核显这一块呢 大家一直期待Intel能够重新回归 来一次大的提升 这一次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诚意 且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升级 相比上一代能提升一倍 鲁大师的跑喷为130多万 再看看3DMark的跑喷 它是BiDX12 2K的模式下 CPU功耗35瓦 总分是4000分 其中显卡分数是3799分 在FSE的模式下 D31 2K 功耗是35瓦 总分是4572分 其中显卡的分数是4560分 再看看游戏的真例 然后我们也实测了多个游戏 其中崩坏的达到了60帧 漫威蜘蛛侠是78帧 除了处理器和显卡 会影响游戏真例以外呢 另外一个影响游戏流畅度的 重要原因就是内存了 一号本的产品用料扎实 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此次XE所搭载的 依旧是顶满的LPDDR5X 7467 高频的电竞级内存 最大的容量是64GB XE搭载的是自由品牌的 高速稳定的固态硬盘 采用的M.2 2280的一个规格 PCIe 4.0×4的高速通道 首先是处理器采用的是 霍尼维尔的最高规格的 相变导热片 其实是内存和硬盘上 附有席墨式的一个散热片 这是一种更好的导热散热材料 可以让内存 硬盘的温度 降低3到5度 XE是一个多形态的产品 它每一个形态都能发挥 它有一个最大的作用 而10.95英寸的屏幕大小 在里面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0.95英寸 L-PTS的多晶硅屏幕 采用2560声1600的2.5K 超新分辨力 为您呈现更细腻画面 无论是游戏 办公 还是影韵娱乐 每一帧都能够给我们带来 精彩的视觉体验 540尼特的亮度 确保了屏幕在各种环境下 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那XE扬声器是由哈曼的 陷入式音频部门 进行方案定制 由哈曼金耳朵团队精心打磨的 配置是27x12的 哈曼高性能全屏喇叭单元 左右声道是采用了 一个定制化的闭箱设计 磨片正面出烟 然后保证了空间的极致利用 另一个人性化的设计 是XE的可塞泻支架 10.95音顺的机器 我们做到700多克 已经是很极限了 一点东西都加不了 然后但是我们又要有一个支架 那我们就形式地开模 做了一个背板的超薄支架 第一个是它是点对点的 一个10C的连接方式 在连接上的那一瞬间 能够自动调节正确的位置去连接 第二个是键盘的键距 达到了17.5毫米 几乎接近前十寸的键盘 键距的标准 这样我们在上手打字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适应 不用担心敲锁键位 在游戏掌机模式下呢 也可以随时随地来架起来 减轻我们的双手的握持压力 在游戏的间隙 我们又可以直接放到桌面上 去充电啊或者说做别的事情 配合10C键盘一起使用呢 XE就是一台mini的笔记本电脑 可筛卸式的一个手柄 为用户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操控方式 可以看到插到平板上后面 是非常的个性 使用的时候有一种菜色方向盘的一个感觉 其实是我们的扳机键和肩键 不同以往 这是XE的扳机键采用的是霍尔性性扳机 相比普通的扳机呢 霍尔扳机是电池摇杆 电池感应的技术 另外十字键上呢 是采用的是一个微动的按键 并且支持八项的一个竖发 上下左右四个正方和四个斜角方向 每个方向都会有一个微动反馈 我们在玩一些格斗游戏的时候 能够非常顺利地放大招 采用可筛卸的一个键帽 贴心地给大家准备了两组键帽 一种是经典的十字键按键帽 另一种是圆盘轴旋键帽 采用了两种十字键帽 根据我们的许号进行选择 在手柄背部有两个自定义的红边绳按键 它刚刚好处在这个背后手指的末节位置 采用弧形的设计 然后大面积的按键 既然是分体式的游戏手柄 那拆分下来后 可以配合我们的原装的手柄机座进行使用 这样它就是一个单独的无线手柄了 内置了1200毫安的电池 续航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 而且我们一台掌机最多可以支持八个手柄 另外X1还拥有一个原生的OC-Link的 PCIe 4.0x4的一个接口 通过这个接口 外接我们的1号显卡 几乎是无损数据传输 在35W的功耗下 1号显卡的功耗是120W 那么地平线5呢 通过USB4连接是100帧 通过OC-Link的连接是帧数为164帧 帧数提升了64% 强大的性能需要强大的一个散热系统的支持 不光是硬件 软件都要做一些相应的匹配 我们先来看看硬件吧 这次采用的是液态轴上的一个风扇 那么最高的转速可以达到4300 噪音低 然后全速运行的音量的噪音大概在39dB 我们来看一下 10.95英寸的XE的电池容量是多少 65瓦 一个10.95英寸的XE 而且它的重量只有700多克 然后放了下这么大一个电池 电池容量大 那充电的效率也是至关重要的 XE配备了一个强大的100瓦的氮化夹 快速充电器 关机状态下呢 仅需要30分钟就能够冲到50% 我们来看一下XE的接口 极其丰富 为用户考虑的很周全 首先极其的右侧有一个USB-A3.2的一个标准接口 一个MicroSD的4.0的扩展口 左边又有两个全功能USB-4.0的接口 都是支持雷电设备的一个扩展 并且满数是40GB的一个设置 机器顶部呢 也有一个极其新建的3.5mm的音频接口 最大的亮点 还有一个原生的OC-Link的PCI-4.0的接口 这个接口主要用于连接我们的1号显卡 颠覆了以往连接显卡屋的一个方式 带宽超过了雷电设备接口的40% 相当于直接把显卡插在主板上 几乎是没有性能损失的 就是这么的强大 历史也将会记住我们 也期待我们的未来更加的精彩 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揭晓我们另外一款重磅的新品 YX GPU 1号显卡 这是一款便携式的移动显卡 与传统显卡相比呢 1号显卡的体积缩小了近80%左右 且传统显卡呢 只能插在电脑主板上 只能提供给台式机啊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设备使用 而1号显卡呢 只需要一根雷电线 或者是一个OC-Link的连接线 就可以与笔记本 平板 游戏掌机 各个设备既插既用 1号本呢就是擅长做小 做精 而我们把笔记本做到了最小 把PC游戏掌机做到了最小 那这一次呢 我们把显卡也做到了最小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很小 上手的那一瞬间的质感也是非常好 很多的粉丝用户们呢 也把它叫做冲针宝 加珍宝 还有口袋屋 机身也是采用的是 6000系的一个航空旅材 用180号的玻璃砂 喷砂阳急上色工艺 还有双RGB的环形尾灯 可以变换多达16种的 一个不同主题风格的颜色 1号显卡搭载的是 高性能的一个独立显卡 AMD Radeon RX 7600MXT 这是一块装业游戏 为玩家和创意人士打造的 卓越移动显卡 我们看这款显卡的一个基本规格 采用了RDNA3的一个架构打造的 然后拥有32个计算单元和62个光山单元 核心的频率是2300MHz 功耗最高是120瓦 同时它支持32兆无限高速缓存 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一个3DMark的一个跑喷 Tonspy的一个显卡跑喷是9400分 不仅可以提供更高的游戏体验 对于创意人士而言呢 它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利器 无论是图片设计啊 视频剪辑啊 还有其他的一个创意任务 1号显卡都能够为你提供卓越的图形处理性能 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风冷加VC均温板 结合的散热方式 全数验情的1号显卡可以说是相对安静了 比电竞本还要小 1号显卡所采用的这一块纯铜的VC散热机温散热板 1号显卡还支持一键Turbo热切换功能 这是我们的传统了 默认功耗是100瓦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硬核玩家呢 如果想满血验情的话 就可以通过一键Turbo满血到120瓦 来获得更加极致的一个游戏体验 当显卡使用USB4或者雷电接口连接轻薄本 或者是游戏掌机时 反向供电才能够稳定地运行 而我们的1号显卡支持100瓦的反向供电 也足够能够满足大部分轻薄设备的供电需求 首先它有一个原生的OC-Link接口 PCIe 4.0的一个协议 如果主机设备上拥有OC-Link接口 通过这种方式连接显卡屋和主机 数据传输几乎是无损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几种接口的速度对比 可以看到 USB4.0的接口和OC-Link的接口的速度是最快的 也是我们1号显卡所使用的接口 1号显卡还拥有两个HDMI 2.1接口和两个DP接口 支持4K 8K的输出 可以轻松连接四个显示器 扩展屏幕空间 适用于多任务 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享受游戏的乐趣 1号显卡还可以是您的移动固态硬盘 它有一个M.2的PCIe 3.0的一个接口 可以插到插进2280的一个固态硬盘 最大支持8TB 除此之外 1号显卡还拥有RJ45的千兆网卡接口 和两个USB-A 3.2的接口 其实在连接的性能上呢 更加的前面 满足更多的使用需求 以上就是我们此次发布会的一个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努力